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这种历史的遗留的项目来做的话 大家都知道几乎都是使用log4j的 那么这个log4j和logback什么关系呢 logback的作者就是log4j的作者 也就是说这两个框架是同一个人写的 那么log4j呢已经有一点淘汰的意思吧 就是说它的理念 它的这种架构和思想不太适合于 现在的这种微服务架构的项目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使用微服务架构的话 基本上都会愿意使用logback来做日式框架 但在实际开发当中使用log4j有没有问题呢 好像没什么问题 也有用的 就是这么个意思 怎么配置呢 默认是使用logback 那既然默认是使用logback 说明咱们也可以换 各种方向都可以换 这倒无所谓啊 配置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logic 指定一下文件位置 设定一下 什么等级啊什么的 这就好比之前的log4j里面的那个 log点log那个 log点什么什么那个 好 这个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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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删掉 遇到尽量的 这次删掉 那么我们 把这个删掉 把这一句复制过来 试一下 平行一下 重启一下 看一下 干了两个事情 一个是将这个日志设置成文件 那么我们的项目当中就应该生成日志文件 再一个就是我把Spring的web package 设置为了debug模式 那么我们应该有这个debug类的东西 这是成功的 debug是成功的 没有问题 设置的debug是成功的 没有问题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日志 路径是logos springboard demo logo 那么我们到这个目录下看一下 可以看到在项目的上级目录生成了一个logos目录 logos目录里面有一个springboard demo logo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日志 没有问题 生成文件了 非常方便 无配置 开发非常快 后面我们做项目 每一个模块就是一个项目 每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模 就是一个服务 那么就是说每做一个模块 都是新启动一个springboard的项目 依赖你所需要依赖的相关架包 基本上就是这种开发方式了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